请大家讲一下一个上新常见的错误 第一个就是重复刊登 就比如说你的卖场里面 就是上架的这一个图片 其实商品就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我改了一个不同的商品名称或者是价格 这样是会被平台判定为重复刊登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图片文字导外 图片文字导外的话就是你的图片里面 还有一些淘宝或者是一些京东店铺的一个链接跟水印 这叫图片文字导外 然后第二个是第三个的话是一个成人用品的一个上架规范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有上架成人用品的卖家要请注意一点 就是一般的情绪用品跟充气娃娃都一定要放在成人限制专区的品类下面 如果是没有按照规定放到上述的品类会将就是会直接被删除 跟积分 然后而且就是上架这些成人用品一定是只能展示 就是商品本身不能就是过度暴露的一个模特 这个模特不能有一些就是性暗示的动作跟行为 然后如果没有按照就是上述的一些规定去刊登的话 也是会直接被删除跟积分的 然后接下来是讲一下还有一个是图文影片夸大或设计疗效 像美妆的卖家经常是会上架一些美妆产品 然后会有一个前后对比图 就前后的一个效果对比图 像上面的一个脱毛膏这种 就是不可以上架这种有涉及于使用前后的一个对比图 像面膜啊洗面奶精华面膜等等 这些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商品类别不符 这个的话是之前有卖家是上过一些就是假花 那么假花的话是不可以上到一个干燥花这一个类别的 因为干燥花其实是属于就是静脉的一个类目 所以它正确放的类别应该是在居家装饰上面的一个其他装饰 而不能放到干燥花这个类目 然后还有一种常见的错误就是夸大不实折扣 这一个夸大不实折扣的话其实是因为你商品是调高了原价 然后再打折才会被判定为夸大不实折扣 而不是说你本身这个折扣虚高 怎么说就是反正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一点就不要调高原价再去打折 就如果你要调整原价的话就不要短期内都不要去做这个折扣的一个操作 然后右边这里是一个误导跟不实的标价选项 比如说像有一些卖家是为了引流还是怎样的 就是会有一些选项就是会拍下送小礼物 然后又写紫项误拍 那其实只是为了吸引一个买家的注意 但实际上你这一个选项是就是就不能真实被拍下的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不允许的属于误导跟不实的标价选项 然后下面的话就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液体容量需要标明 像一些卖美妆的一些精华或者是一些卸妆液 一定要标明就是你这个商品的一个容量 那么一个包裹它是不可以超过100毫升的液体 所以如果你是上架这一些就是液体类的产品 一定要注意设置限购 然后接下来是讲